与师尊飞升失败昏迷不醒 徒弟拉着他的小手神情悲伤 稀如死灰之际口中不停念着他的名字 宁怀恩 你知不知道 我对你 殊不知师尊大人虽然身体无法动弹 但是海内却可以清楚地听见外面的声音 是谁在说话 是老五吗 怎么回事 我不是在飞升吗 此时五弟子周瑶竟然大胆地抚摸上他的脸庞 师尊 我喜欢了你这么久 但是你永远都没办法知道 男人不管不顾地闭上眼睛吻上了他 宁怀恩感受到外界奇妙的触感 勉强地睁开眼睛 竟然真是老五胆大包天地在轻薄自己 然而此时他的身体因为飞升失败全然无法动弹 暂时也发不出声音 不过宁怀恩无感上赞 突然随着男人的靠近 鼻尖传来一丝血腥的气息 他才意识过来 如今自己飞升失败 暗中一些图谋不轨之辈 必然苦视眈眈 老五伤得这么重 定是经历了一场恶战吧 然而正当宁怀恩心疼不忍时 他这五弟子又咳出一口鲜血 即便如此 周瑶却仍然没有放弃继续对眼前的世尊大人下口 动作甚至欲加放肆起来 这傻徒弟竟轻上瘾了吗 可是该死 沾染过这般情欲的身体 竟完全不想反抗 这样的感觉 自己仿佛一点都不讨厌 但是宁怀恩那宁怀恩 这样是不对的 你千万不可温献了 然而他的身体却还想得寸进尺地继续 宁怀恩难以抑制不由自主产生的渴望 算了 干脆装睡吧 师尊 原来你也喜欢我这样对待你吗 既然如此 师尊便继续睡过去吧 你什么都不知道 这一切都是弟子的胆大妄为 在徒弟的触碰下 师尊大人情难自禁 然而理智还是战胜了欲望 他艰难地睁开眼睛 半推开身前的男人 气氛有些暧昧 四目相对之际 宁怀恩的眼神躲闪起来 一时之间禁不知说些什么 周瑶看着醒来的师尊眼神透出一些失落 师尊 既然你不愿意再装睡 那就换我来眼吧 我是不会让你难堪的 于是周瑶神色一变 顿时化作活泼小买狗 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般 师尊 太好了你终于醒了 两人心照不宣的都不再提及方才暧昧的气氛 于是宁怀恩也受惠思绪 呵呵 你师尊可没那么容易就死掉 周瑶见着心心念念的师尊大人又有了生气 立马一个扑通进了怀里 师尊 这些天 我好害怕 我好怕一闭上你 就再也看不见你了 好怕你离开我 看着眼前阴阴阴的小徒弟 也不知现在外面情况如何了 宁怀恩转身吩咐周瑶 徒儿受伤太重就待在此处休息 为师出去看看 然而宁怀恩推开石门 门外的情景让他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 心中生起不解和怒意 可恶 到底是何人 伤我灵溪中至此般境地 一道人影从远处走来 宁怀恩侧身望去 是他的大弟子 袁皇 可是 他心中一紧 袁皇 你怎会伤成这样 究竟为何 宁怀恩伸出手想触碰他这大弟子 然而一个抓空 他的手竟直接从男人身体中穿过 领怀恩怎么也想不到 他的大弟子竟被贼人害得损失了肉身 然而袁皇眼中此事竟是自责之意 对不起师尊 是徒儿学艺不经 没能保护好宗门 只是幸好 幸好在我魂飞破散之前 师尊终于醒来了 看见您平安无事 徒儿这一缕残魂转世便也安心了 领怀恩听言心中苦楚万分 他眉头一挤 双手做法 金黄色的光芒在他手中一一声灰 傻徒弟 你的真身已经隐灭 袁皇听言却神色惶恐 不要啊师尊 您这样只会让自己受损更重 话音未落 呼的一声 方才英俊高大的男子落地 顿时变回了原形 他的残魂凭借 宁怀恩最后的力量凝聚在了小猫咪的尸体之中 成功了 袁皇有救 但是宁怀恩却力竭又到了下去 他扶在地上没了力气 伸手揉揉小猫脑袋 师尊无碍 如今你神魂受损 重新以原形修道 也不是坏事 话音刚落 眼皮一沉 宁怀恩便又昏睡了不去 美女师尊昏睡之际 一猫一人手忙脚乱 化作猫猫圆形的袁皇 看着男人抱起师尊 不肯放手着急起来 武师弟你在干什么 快放开师尊 周瑶瞥了一眼这只张牙舞爪的肥猫 捏起他一只爪子 疑惑地问 你是我大师兄 然而他的猫猫大师兄刚想开口 却又被他这位武师弟直接扔了回去 我不管你为何变成圆形 但是你离师尊远点 路瑶抱起宁怀恩 看着好不容易醒来 心中也十分不是滋味 自己之前被轻易门伤的只剩一缕魂货 师尊为了保住自己 用尽了最后的灵力才变成了这样 都怪我 周瑶廷炎摇了摇头 轻易门趁师尊飞升清朝出洞 大师兄以一人之力将他们挡在门外七天七夜 不能怪你 只是如今师尊这样该如何是好 袁皇突然起身乱窜 他想起来了 用回灵丹 四世帝先前特意交代过他 他留下的回灵丹有充盈灵力 起死回生之孝 肯定有用 火急火燎之际 救命丹药终于被袁皇翻了出来 差点就急死猫猫了 奈何他如今手短脚短 只好把这就师尊的机会交给五师弟 于是袁皇连忙吩咐到师尊有救了 快来 把这丹药为他服下 周瑶接过丹药就要给师尊吃 然而昏死过去的宁怀文姚警大官 根本张不开嘴 愣是捏着他的脸蛋搓揉也纹丝不动 师兄弟二人着急起来 这可如何是好啊 小师弟竟然要嘴对嘴为师尊大人吃药 你等着 等师尊醒过来 我一定全告诉他让他宰了你 为完师尊大人占了便宜的周瑶 却转移话题问他 清一门的人都走了吗 于是他的大师兄得意的摇了摇尾巴 那当然 他们已经被我全奸 一个不留 干得漂亮 周瑶没大没小的柔柔猫脑袋 不过清一门一向与我终无冤无仇 此番落井下石 背后一定另有主谋 我们先走吧 既然如此 以师尊的做事风格 他醒来之后也定不会善罢甘休 如今自身难保 宗门内鱼龙混杂 门派内的人暂时都去遣散了吧 元皇听言这不正合他意 那帮三天两头勾引师父的狐妹子 他也看不顺眼许久了 于是五弟子周瑶自作主张 带着一只从未见过的猫猫来到宗门 对着一群外门弟子宣布 宗主暂停飞升百年 闭门修炼 一群弟子听言哀嚎一片 一百年都见不到宗主大人留在这里 还有什么意义 纷纷鸟壮壮散开 处理完此事 师兄弟二人回到师尊闭关之地 此时宁怀恩已经清醒 听言宗门已散 他也没有怪罪 那些外门弟子时不时的就招惹了是非 如今自己非生失败 有心无力 散了也好 然而仔细想到自己非生失败一事 其中定有猫猫 此时周瑶回禀 师尊非生虽然对天下修行之人而言是一桩大事 但却不一定是一件喜事 然而宁怀恩百思不得其解 自己平日里除了吃喝玩乐热爱美男 并没有什么仇家 自己这到底是得罪了哪方势力 周瑶见师尊大人陈思 继续说道 您非生之日 护山剑阵突遭反噬对您出手 想必定是被人动过手脚 然而阵法是您亲手所布 唯一的漏洞 就是这件阵中的剑出了问题 所以你怀疑此事乃无双剑阁所目 听到这里您怀恩生起敬佩之色 他这小徒弟周瑶不愧是为一代剑林 分析能力犀利如丝 既然无双剑阁嫌疑最大 那么便下山走一趟吧 但是既要查明真相 不如做个伪装才更方便行动 为了彻底调查非生失败一事 师尊大人戴上了一绒面具 怎么样 现在还看得出来我是你们的师尊吗 原皇猫猫眼前一亮 彩虹屁起来 不愧是师尊 换了一张面孔依旧魅力刺射了 令怀恩一把还住了周瑶说 今后走出灵溪宗 就叫我香儿吧 不然容易路线 周瑶听烟斧响年偏起来 暗自重复一遍 香儿 安顿好宗门后事 师徒二人家一猫一道下山 此时恰好天气不错 阳光洒下 看着山中美景 让宁怀恩不禁沉醉其中 这些年一直沉迷修行 都没有时间欣赏一下美景 来到山下看着热闹的集市 百姓嘻嘻嚷嚷 宁怀恩 而不 此时应该说是宁香儿一行人 先找了个客栈落脚 午夜来临 师兄弟一猫一人躺在床上 原皇早已缩成一团做起了美梦 周瑶却脑袋乱乱的没有睡着 他一闭上眼睛 先前在闭关处与师尊共处一室的场景 就不停地浮现在自己的脑袋 神思游走之际 突然听见阿的一声 是师尊的声音 周瑶立马翻身下床 朝着礼物走去 月光洒在宁怀恩的脸上 他正好端端地睡着 原来是说梦话了 周瑶见着师尊眉头一皱 仿佛做了不好的梦 掀起被子就躺进了他被窝里 轻轻揉着师尊 就这样两人一道安心地睡了过去 次日清晨 两人洗漱好端坐在餐桌前 宋怀恩内心却生出一丝尴尬 不知怎么睡得一觉醒来 就看见了周瑶的郡里 正在犹豫说些什么转移注意力时 却被袁皇猫猫开口打断 小五 我醒来你怎么就不在床上了 你去哪儿 却没想到周瑶笑笑回复 自然是醒来就去伺候师尊了 小傻喵袁皇听言一个炸毛 这么觉得吗 本喵也学到了 明天喵也要早起 三日后 师徒一行来到无双剑阁 然而曾经人生鼎沸之地 如今已荒凉破百 怎么回事 这还是之前的无双剑阁吗 犹豫之际 袁皇一个跳跃 来到正空墙简陋的弟子面前 使出真言凝视 告诉我 这里发生了何事 被他瞪住的弟子顿时 失去自己的意识 没有感情地回复到 无双剑阁出事 阁主被困于地下 所有弟子争先恐后夺宝逃命 于是宁怀恩带着两个徒弟寻置地下 然而地下室石门锦璃 为留有一丝缝隙 寅怀恩伸手照出力剑一挥 砰的一声 剑光一闪 密室门被劈开 他缓缓走进门内 一名相貌英俊的男子正被困于此处 这男子眼下有一颗妖艳的泪质 右边脸上有处伤痕 这人便是无双剑阁阁主 然而他此时正被关于囚牢之中 见到有人前来 他放声喊着 快救我 放了我 寅怀恩见状嘴角一勾 哎 这真是一位我见游怜的美男子 伸出手指就弹出一道法力去除加速 啪大一声铁门打开 这男子立马起身就冲向了宋怀恩 一把将他搂住 袁皇见状一惊连忙喊道师尊小心 然而却为时已晚 这男子报警宋怀恩就开始施法 放心 你的师尊救了我 我不会伤害他 呼的一声从天而降一座铁壁 两人便困于其中 就连袁皇变成一只大猫使出最强法阵 都动不了这铁壁分毫 领怀恩和刚刚被他救下的男人关在其中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男人就欲行不轨 一把啃上了他的脖梗 你在干什么 你说我在干什么 男人继续凑近上下骑手 领怀恩发出一声闷哼 是可忍孰不可忍 照来法力就朝他直接轰去 我把你就出来 你就这么对我 男人被震出三丈 可出一口鲜血 他的理智似乎因为疼痛收回了一些 声音中透着几分隐忍 对不起 你快离开吧 不然一会儿要笑发作 控制不住我自己 领怀恩见他这样一活 你这是中了什么毒 男人沉下眼神轻声回复 是何欢散 再过十二时辰若是无几 我将暴体而亡 这毒 听起来很可笑吧 你不相信也没事 我认命了 然而这毒别人不知道 宋怀恩却在清楚不过 这何欢散 就出自他那似徒弟之手 他走进这迎人可怜的男人 沉默片刻开口 说起来你这无望之灾八成 也是因我而起 如今无药可解 我要对你负责 接下来宁怀恩主动吻上了男子 他心想 自己本就不是什么 纯洁无瑕的大家闺秀 若双修可救他一命 也算是日行一善了 以身相许替男人解读之后 宁怀恩和无双剑格格主 才缓缓走出结界 站在外面束手无策的 一人一猫交集万分 他们完全看不到里面的情况 也无法破除结界进入 见到师尊出来 原皇猫猫立刻追问道 师尊你没事吧 宁怀恩回复自己并无大碍 然而不知为何 对上五弟子周瑶的眼神 却闪躲起来 内心甚至生出一丝心虚之感 周瑶看向和师尊 一起出来的男子 开口问道 格主如何 此时无双剑格格主潜行义礼 本尊无碍 多谢香儿姑娘救命之恩 宁怀恩听言不再多想 事已至此先晃的地方 继续说话了 被囚禁三日的格主 终于见到久违的阳光 松了一口气 回过神来看向宁怀恩 姑娘来此 想必定是为了求取 无双剑格的宝剑吧 然而事出突然 剑格已被为了自保的徒弟们 洗劫一空 见此荒凉破败的情景 最宝贵的自然是 打造出宝剑的那双手 以及眼前的这个男人 一行人跟着他进入屋内坐下 格主绑缓开口 如今剑格一无所有 只怕香儿姑娘此行 要失望而归了 却没想到宁怀恩 淡然回复 我来剑格并非为了求见 只为一人 格主可知灵溪宗宗主宁怀恩 男人听完一惊 我虽未曾见过宁宗主真容 却甚是敬仰 不知香儿姑娘 为何提及灵溪宗 宁怀恩思索片刻回复 宁宗主也算是 小女子伴的师父 一夜前 我听闻她即将飞升 十分欣慰地前往宗门 想一睹这精彩时刻 然而就在三日前 我们却发现宁宗主飞升失败 灵溪宗门也损伤惨重 我们一探究竟后发现 唯一的漏洞 宁便是你无双剑格之剑 然而世人皆知 你格之剑最能护住原神 这剑却偏偏在 宁宗主飞升之日出了问题 这又是为何 不可能 听到这里 无双剑格格主拍桌站起 直接怒火攻心 咳出一口鲜血 不可能 这位何不可能 然而男人没有回复 眼神放空起来 嘴里喃喃地喊着 阿念 阿念 你明明答应过 我不会和贼人同流合污 也不会害人的 他仿佛身体被掏空了一般 自说自话地 直接走出了门外 试图三人见他离去的背影 便明白是出定勇气敲 立马追了上去 要一探究竟 上一秒 无双剑格格主刚被救出 下一秒就发现 他的女弟子惨遭毒害 昔日种种顷刻间 在这位悲惨的格主脑海中浮现出来 这名女子 自幼被好心的格主捡来养在身边 在格主眼里 虽然女孩换他一生师父 但是自己亲手把他养大 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亲妹们一样 可是随着女孩一天天长大 竟然有一天突然和自己告白 还说要嫁给他 此时男人抱着一句冰冷的尸体 喃喃自语 一日为师 终身为辅 你怎么能喜欢上自己的师父呢 一旁的宁怀恩听在耳朵里 却忍不住为死去的女孩说上一句 她喜欢你本就没有过错 可是如果你对她不那么决绝 或许她也不会走错路丢了性命 喜欢知情发自内心 人生苦短 无人可以阻止真心相爱之人 令怀恩一番话说得大意凛然 殊不知被身后他的五弟子周瑶听了进去 周瑶心中动摇起来 既然师尊这么想 那你一定不介意徒儿喜欢你的吧 既然人已经死去 此时更应为他报仇血恨 我们方才见一道黑衣人影窜出 还没等宁怀恩说完 格主就追问起来 什么样的人也 你可有看清他的眉心是不是有一点 宁怀恩听言反问 看来你见过他 格主眼神一沉 格只见过 就是这伙人当初想让我暗中陷害灵溪宗宗主 然而被拒绝后就直接下毒控制住了我 阿念为了救我答应了做他们的傀儡 况且如今灵溪宗的见证确实出了问题 想必定是那伙黑衣人所为 听到这里宁怀恩劝为格主不要伤心过度 那帮黑衣人既然也是对灵溪宗下手之人 他们也定然要追查个彻底 格主听言抱起阿念的尸体 我相信香二姑娘 只是你们究竟是何人 为何要不顾安危替灵溪宗出头 宁怀恩突然被问的顿主 袁黄听到这话 内心也升起担忧 他心想格主若是知道眼前的女子便是宁怀恩本尊 恐怕也要柴上世尊了 据美格主忧愁之际 宁怀恩俯身安慰 你留在此地徒增伤感 不如和我们一道离开吧 奈何男人却委婉拒绝了他 香二姑娘舍身相救 我很感激你 本该和你一同离去 但是我已经心有所属 为表补偿 恩公可将无双剑格所有资产全都拿走 宁怀恩听他拒绝有些难过 毕竟仔细一看 这位年轻的无双剑格格主 确实俊美不凡 神奇游走之际又会想起 上次为他几何欢散的情景 本想有机会还能再试试呢 思索片刻宁怀恩开头反问 不知是谁让格主大人念念不忘了 格主听言也不隐瞒 缓缓开口 原来十年前无双剑格危难之际 有一女子陆剑不平 揪下他全家 当时年岁上小的格主还历历在目 对他一见钟情 虽然匆匆一瞥 但是他从此魂牵梦绕 这女子便是灵溪宗宗主 宁怀恩说到这里 格主心声歉意 对着眼前一了容的宁怀恩抱拳行律 香儿姑娘 我实在是对不住你 然而宁怀恩此事听言却心中万般复杂 其实他 徒弟周瑶剑师尊编不下去 趁机插话问道 所以格主留在此地 还是希望有朝一日打出宝剑 送给宁宗主以报又年相救之恩吗 只可惜还没见到他 就听到了他已不在人世的消息 格主此事经不住泪流满面 万念俱灰 令怀恩见到他如此悲伤 忍不住继续追问 可是宁宗主已经不在 格主今后有何打算呢 男人听言心中有了决定 神色放松下来淡淡道 我依然会不忘初心 带我打造出世间最强的宝剑 就前往灵溪宗坟前 为他陪葬 事后 师徒三人回到休息的地方 令怀恩忧心忡忡 思来想去 还是打算把自己的真实身份告诉格主 他心想着男人已心如死灰 若他真的当自己已经死了 那恐怕他也 周遥听师尊如此担心一个外人 心中忍不住生起醋意 师尊 难道你就喜欢他那病骄的模样吗 是他有什么技能我做不到的吗 令怀恩听言贴过头转移话题 小五莫要胡说 如今为是非生失败 灵力大师 无双剑格格主可造天下第一的宝剑 若想报仇 我需要得到他一臂之力 你可要理解为是一片古心啊 女人缓缓走进格主的卧室 夜色降临 月光朦胧 令怀恩坐在男人床前 看着他的脸旁忍不住胡思乱想 没想到多年前 自己随手就吓得孩子 已经出落的这般英俊 更没想到 他竟对自己如此忠贞不二 男子睡梦中皱紧眉头 发出一声梦意 怀恩姐姐竟突然坐起身 抓住床前女人的手 他以为自己在做梦 我今又梦到你了 但即使这是一场梦 我也不愿放你走 令怀恩还没反应过来 竟又一把被男子吻上 男子以为自己在梦中 便可对着他朝思暮想之人 肆意妄伪 只是 这事情的发展仿佛 有些微妙起来了 一个时辰后 五弟子周遥赶来寻找世尊 他作为宁怀恩的剑林 可以听见主人的心声 到他竟听见世尊夸赞格主好强 心中焦急万分 站在门外敲门得不到回应 说完便想推门而入 他讨厌世尊和那个病样样的男人 共处一世 然而此时屋内的格主 事后得知了眼前的女人 竟然真的是你 果急火燎之际 令怀恩见周遥就要夺门而入 一把推开男人 你先放开我 周遥大步走进房轮 世尊 你没事吧 他看着屋内坐在床上的两人 男男出声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令怀恩心想还好他动作快 没被看见什么 轻可两声回复 什么也没发生 小五 可是你如此慌张 然而周遥见状眼神透出一些难过 明明世尊连衣衫都没来得及整理好 但既然世尊不想承认 那他也就当做什么都没发生吧 上一秒美女世尊和剑阁阁主在房里打着扑克 下一秒就被赶来的弟子推门打断 看破不说破的小五直入正题 他仔细研究了世尊大人先前飞升失败一事 除了飞升时的剑阵出了问题 令怀恩的日常饮食也被人动了手脚 然而能无声无息接近 令怀恩又具备下毒能力的人 周遥不忍心再继续说下去 令怀恩听到这里心中却已经明了 你是说老四 怎么会是他 令怀恩心中一紧 一口气没喘上来 他竟然直接咳出一口鲜血 脑袋一沉晕了过去 一旁的两人连忙接住 周遥见着昏厥的世尊又恼又气 一把推过爱眼的阁主就要把令怀恩抱走疗伤 于是五弟子周遥把虚弱的世尊带回自己的房间 心疼地抓住令怀恩的手 他本以为世尊心怀大意 不会被这些小情小爱所困 没想到得知是四师兄下毒害怕之后 郁杰的直接昏了过去 世尊一定很难过 周遥温柔地看向怀恩的脸庞心中下了决定 他起身脱下衣服 喃喃自语 世尊 小五一生所求 只为完成您的心愿 如今 就让我把所有灵力度给您 唯有这样 世尊才能尽快恢复 周遥大胆地吻上令怀恩 他虽然日日与世尊相伴 但也就只有在世尊受伤昏迷时 才敢趁虚而入 咚咚咚咚 门外突然传来急促的敲门声 五师弟 世尊如何了 是大师兄的声音 周遥这才受惠思绪 必是到自己的僭悦之举 我这是在干什么 世尊都伤成这样了 却还忍不住对他做这种事 此时宁怀恩接收到周遥传来的灵力 缓缓睁开眼睛 只是身下怎么突然感到一些微妙的触感 然而意识到世尊醒来的周遥却突然吓了一跳 刚想开口解释自己这奇怪的动作 却没想到宁怀恩朝他温柔地笑想 伸手轻轻抚上他的头发 小五 谢谢你又救了我 你竟然将自己一半的灵力都度给我 真是个傻孩子 看着眼前对自己忠心耿耿的周遥 令怀恩突然想起了好多年前的事 修仙知道他自小天赋异点 年纪轻轻便学会了花见其为见灵 刚刚学会就跑到师兄师姐面前炫耀起来 那时的小五 只不过是他一时贪婪造出的一句空有外表 但无神识的去窍 可是如今他却成了这般模样 此时的宁怀恩对上周遥一双情一浓浓的双眼 心中复杂万分 与师尊被徒弟以半身修为换回一命 他意识到现在为时不早 自己非生失败一世更加迷雾重重 是时候继续启程调查此事 然而面对着对他一片痴情的阁主大人有些不属 宁愿一别不知何事才能再见 只好最后一夜露水情缘让彼此鸣刻在心 这无双剑阁阁主虽然暗恋宁怀恩多年 但他也不是心胸狭斩之辈 他知道自己不可能是锋利万千少男的宁宗主的终敌 但是他仍然愿意坐他脚下之路 无双剑阁阁主和宁怀恩打完了最后一场扑克变时区的告读 但他永远不会忘了这晚的事 他要作为宁怀恩坚强的后盾 留在此处为他铸造出最强的绑剑 然而阁主走后 被打回原形的大弟子元皇偷偷溜进师尊的卧室 元皇猫猫钻进宁怀恩的被窝投向担忧的眼神 他自责万分 现在的他对于师尊来说只是个累赘 元皇凑近师尊看着他的睡眼有些愣住 不自觉的就想亲近亲近 毕竟自己现在只是一只宠物 舔一下应该没关系吧 想到这里 元皇伸出自己的爪子继续凑近 睡梦之中的宁怀恩感受到脖梗处传来一阵阵痒溢溢 身体又有些发软 他朦胧地睁开眼睛 这不是元皇吗 你在这干什么呢 元皇被师尊的一声惊呼吓得炸了毛 连忙眼神飘呼地解释道 我 我是来叫师尊吃早饭的 宁怀恩看着圆滚滚的小猫忍不住又弱了起来 不得不收着毛毛的手感摸起来真舒服 无双间隔一失落下为命 师徒三人将要启程离去 阁主不舍地和宁怀恩告别 为他们打点了不少行李 虽然心中不忍看着宁怀恩就此离去 但是他如今有更重要的是要做 男人义正言辞地说道 我定会一直守在此处 替宁宗主铸造出天下第一的武器 宁怀恩听言也欣然应下 待我报仇雪恨之时 定会回来今 师徒三人开启了新的旅途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一幕却被远处一人尽收眼底 师徒三人刚刚启程就碰到了一桩大喜事 一身喜福的新郎骑着骏马走在路上迎亲 袁皇看见喜堂忍不住跳出去轰强 却没想到一个不留神 就被这新郎官伸下的马踩了一脚 令怀恩见状连忙赶上前捞这只蠢猫 然而人多拥挤 一个不稳就要摔倒 好巧不巧 竟正好摔进了这新郎官怀里 正当宁怀恩敢看着新郎帅气如丝之时 男人竟拉过马匹就要带着他走 这事情的发展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 这位新郎不去娶亲 要直接把他带回家当新娘 令怀恩听言冷笑一声 你胆子倒是不小 想拿我开玩笑 这男人竟自说自话继续抓住他 姑娘不觉得我们颇有缘分 郎才女貌 咱俩可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令怀恩正要挣扎着下马 却没想到这男人凑近他的耳边低语 姑娘 在下情非得已 劳烦你陪我眼上一出 事后你就会知道缘由 这男人倒是有趣的 此时令怀恩的兴趣被勾引上来 他带着一丝调侃的意味反问 你这是在考验我吗 就不怕我真看上你缠着你不走 男人听言牵过他的手 呵呵 那岂不是更加两拳其美 姑娘 我这就带你回家 令怀恩不再拒绝 他倒要看看能整出些什么幺蛾子 剩下一旁留在原地的徒弟二人 看着这一幕发展的太快意识之间 不知如何应对 然而此时四师弟周遥凌厉大损 大师兄元黄被打回原形无法强攻 周遥心想世尊一定令有安排 谁是与谁是尔还很难说 令怀恩配合着这位第一次见面的男子 回到东门 门内弟子见状纷纷欲言又止 他怒声示意众人不可将今日之事透露分毫 匆匆走进屋内就关上大门 此时宁怀恩才松了松手脚淡定地朝他问道 我陪你演了一录戏 如今这屋内指你我二人 所以你是谁派来的呢 男人站着眼神犹豫沉默不语 令怀恩见状笑着说道 既然你不说 不如让我猜猜 是我那柔弱不能自理的二弟子 还是心狠手辣的四弟子呢